地震发生后 余震不断造成建筑物严重受损 引发大火冒出浓烟 搜救人员随即架梯进行搜救 顺利救出一名遭枪商住户 并送往医院急救 随后消防人员进行洒水作业 顺利将火势扑灭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举办地震疏散演练活动 演练串联各种情境 包括里干市及防灾市进行防灾宣导 灾情通报演练 启动灾害应变小组 灾害地区住户疏散 以及防灾抢救演练 灾害现场复救等 透过逼真确实的演练过程 提升民众离灾防灾意识 苏元中有离机关失货 不正发生迭段 实际中发生不受伤 故意识明治疏散演练 天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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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很高兴 也很荣幸来到明泉里 跟我們民權理陳雲理長所帶領的 防災應變小組一起合作避難疏散 那整個過程當中有考量到說 當災害來臨的時候 怎麼樣引導跟疏散 甚至怎麼樣讓民眾 第一時間到正安全的地方 那最主要今天演練的目的是 讓我們防災的第一層基層人員 知道他自己在扮演的角色 當狀況來臨時能夠如何來應變 那我們秉持著一般的觀念就是說 防災重於救災 當然今天斷演的就是離災又幼於防災 所以每個防災的工作是環環相扣 所以我們也會落實 減災整備應變跟復原的 一些重要的防災工作 演練活動更邀請民權理 李林應變小組成員 防災室新住民及防災NOU團體 共同參演 深化李林自救功能 民權理更動員了20位李民參加演練 提醒民眾隨時保持警覺 做好災害應變的準備 我們很開心的這一次大同區的 防災演練辦在民權裡 那我希望我們辦的能夠有聲有色 而且要生動 所以我們這次動員的裡面有20個 那當然還有來關關喜的人 那我希望我們這次的演出能夠成功 也對我們以後的防救災會有很大的幫助 反應非常好 而且他們非常配合 譬如說這邊本來有放機車什麼 經過我們貼在李群組公告以後 然後他們就慢慢的移開 而且他們也理解就是做防救災演練 就必須把道路清空 我們大同區的防災公園是在玉泉公園 那是在玉泉李 那我們從我來報到之後 我們就開始在不同的李 最主要是讓當地的李能夠熟悉應變的一些工作 因為李長本身就是防災室 那我們最主要是到個李 是讓個李的應變小組 每個李都應變小組 他能熟悉他自己扮演的角色 跟狀況難民是如何來應變 區長方月綺表示 平時準備作業尤其重要 因秉持料敵從寬 欲敵從嚴的精神來面對 並期望透過公司協力 強化社區自主防救災能量 達到災前預防 災中應變 災後復原的目標 將災害損失降到最低 記者李錫慧 台北報導 李錫慧 台北 Luna 屬梯 recuer 召喚瞪 三九 minim威風